有六零年代的 一個叫做廖啟川 一個叫做琳達山 他們都是我們從太原過來的 琳達山是因為在太原 在綠洲山莊有一個菜園 他在那裡種菜 他跟謝丘林兩個在種菜 有一天這個大風雨 讓這個土石流流下去 把那個外面的圍牆沖垮 淹死了 琳達山當場就淹死了 可是琳達山本來也種 那個身體也長在這裡 但是他家人把他移走了 廖啟川沒有移走 廖啟川 我要等一下要特別留一個 廖啟川他是在綠島在跟我同房 從太原跟我一起來 跟我一起同房 他在那裡熱死了 因為熱到吐白夢 是我叫敲門叫醫務所 叫來把他送出去 結果送出去還是熱死了 就沒有再回來 就死了 所以他就站在這裡 廖啟川也是很傳奇的一個人 他是大家都知道 那個國民黨時代 他們唯一的政黨其實是國民黨 其他的有兩個 一個社會黨一個青年黨 廖啟川是青年黨的 南投縣黨部的職位 那個時候他因為要選南投縣縣長 只因為他要選縣長 就把他抓起來 抓起來他判大概12年吧 就關到那裡 關在分樂室 那 也許有一點我必須也說明一下 也許大家認為說 我們為什麼台灣人唱日本歌 因為不管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我們那個時候 第一個是日本時代 日本原下來的很多人都會唱日本歌 另外一個是 國民黨在台灣的教育 對於歌唱幾幾乎乎等於0 所以我們也沒有不曉 沒有學幾首這個中文歌 那更不要說適合這邊唱的 所以如果說以前 我們在監獄裡邊唱的 就是懷念的故鄉啊 還是其他的那些 都是十之八九都是日本歌 並不是我們忘本 或者是親日 因為我們說的教育 本來就是那一方面的